紐約聯合國總部正在召開 聯合國全體會員國特別會議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警告 烏克蘭戰事必須停止 一百多國代表將在三月二日表決 是否通過要求俄羅斯立即撤軍 烏克蘭的決議案 聯合國七十七年歷史上 第十一次大會特別會議 一百多國代表渴望輪流發言 三月二日會中將表決 是否通過要求俄羅斯立即撤軍 烏克蘭的決議案 此案雖然不具約束力 但足以顯示俄國目前的孤立程度 從一九五零年以來 聯合國大會只舉行過十次 類似的緊急特別會議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也引起國際體壇踏罰 國際足球總會FIFA祭出三大制裁 包括俄羅斯境內不得再舉辦任何國際足球賽 而代表俄羅斯出賽的足球員 必須以俄羅斯足球聯盟的名義來參賽 以及參賽不得使用國旗 不演奏國歌 至於國際網球總會ITF宣布 無限期取消在俄羅斯舉行的所有賽事 歐洲足球管理機構歐足聯 也終止和俄羅斯能源巨頭 俄羅斯天然氣公司在所有比賽中的合作伙伴關係 包括歐洲冠軍聯賽 歐洲國家隊比賽 和以德國為東道主的2024年歐洲杯 記者黃紫杰 陳信龍 沙燕啟中建綱綜合報導